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恶物政政的影响 对于养猪户来讲 资料成本上涨将近五成 压得他们都快喘不过气 对此花铃县养猪协会 4月26号向议会成情 也成为县议员装制裁直讯的焦点 希望县府可以体恤养猪户 开放经高温烹煮处理之后 已出于养猪 国王若要以处理养猪 只要需要地方政府申请处理再利用许可 且处理经过高温90度以上 加上一个小时的搅拌可以拿来养猪 但在全球非洲猪瘟疫情援近之下 议会宣布2021年10月开始 考量规模较小的猪农 可以在家庭社会上投入不足 因此禁止规模199头以下猪农使用处于养猪 现在装裁表示 在养猪户释养猪资成本相当的高 并且提出中央厨房管理机制 来解决猪农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花蓮县是一个 农业县嘛 那农业县我们花蓮县的 养猪的产业非常的多 近来因为县政府禁止处理养猪 包括因为巫苏的战争 造成粮食的短缺 让饲料大涨 所以我们的养猪农 在养猪这方面的成本 增高很多 过去还没有禁止处理的时候 很多猪农是用处理养猪 减少他们的成本 那最近猪农又到议会沉浸 希望县政府开放 用厨与再继续养猪 我们都知道厨与禁止厨与养猪以后 这些厨与我们发展现政府 目前的处理状况是 一天生产四十多吨 那二十吨拿来作为环保科技研究 来作为处理这个有机的肥料 这个厨与这二十分一吨是三千二 一天要六万四 那一年加起来要两千多万 那我今天在议会跟县长建议 那是不是把这些经费 用中央厨房的概念 在中期盖一间工厂 专门来煮厨与 来供与这些养猪农 让这些养猪农可以减少成本 也可以照顾到这些猪农的生计 新年装申表示 全球物价上涨 而在7月份农委会将会实施 全国长租户 必须配合政府用飼料来养猪 成本一定会相当的高 将会影响到猪农的生计 也请县府能够协助猪农建制中央床的概念 继续使用厨鱼来养猪 来解决农们的需求 接着就会话说吧